各位觀眾您好 歡迎收看新聞思想起 思考深度 展現態度 我是王欣宜 全球疫情風暴考驗各大產業企業經營 跟風險應變能力 想要在疫情衝擊之下求生 多角化經營 甚至跨業布局 已經成為分散風險 跟謀求穩定發展新趨勢 在今天多角化在意當中 就要帶您看看 疫情當前產業要提高 經營安全性是如何一步一步 往前景看好的新興產業 新興行業來轉移 甚至透過多角化經營 擴展服務項目 又達到促進既有業務的延續發展 而面對後一時代的與病毒共存 除了讓民眾生活 盡量恢復正常化之外 各大產業想在疫情期間 站穩腳步不被淘汰 還得多元化來思考 就從2020年初 疫情影響台灣開始 計程車載客數明顯下滑 全台擁有超過2萬名駕駛的 計程車龍頭業者 甚至也從2021 在三級警戒發布之後 經歷了運量暴跌八成的 嚴峻挑戰低潮 而車隊集團為了要積極求生 開始布局企業多角化經營 其中生活媒合服務 就是他們鎖定的焦點 不僅跨足經營全台最大智能洗衣場 搶攻疫情帶來的洗衣商機 同時更進一步跨足居家傾銷領域 那麼除之外 因為疫情而瞬間變得很熱門的藥局 其實也悄悄發生產業重大變化 那已經過了洗牌之後 藥局出現了連鎖化 精緻化 多元化的新演變 而針對民眾對健康的更加重視需求了 連鎖藥局也積極延伸他們的服務觸角 除了是持續提升 智慧化物流中心的速度跟精準度之外 也研發藥局自由品牌食品 同時投入客製化商品的研發 從病患的角度出發 掌握更多商機密碼 你好 請問你要到哪裡 我要到清雲節 疫情期間 小黃駕駛想吸引客人目光 車上被個空氣清淨機是不錯的想法 但除了載客人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 車隊集團開始思考 有沒有別的方法能在疫情下闖出一片天 幾一頁看似跟計程車隊 八竿子打不著 但車隊的企圖心藏在手機APP裡 那我們還可以特別指定收送的時間 對 由物流人員到福收件 就可以拿到洗好的乾淨的衣服了 那也因為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們目前到福收送通路的洗滴量 也比去年同期在成長的物程以上 為了搶攻疫情帶來的洗衣商機 不只找物流和超商業者一起提供服務 車隊更直接跨足經營原本陌生的衣物清潔領域 根據目前的研究數據來看的話 其實病毒停留在衣服上的時間 大概是12到24個小時 那消費者從超商送洗開始到物流配送 到最後進場的時間 基本上都超過24小時了 那進場後放在我們的靜置區域會再次消毒 每件送洗的衣服都有獨一無二的身份證字號 一掃碼就見好檔 在這段送洗的旅途中 更有4K畫質的監視鏡頭 看著衣服一路變乾淨 排值適合的衣服都會經過這道 40到60度高溫殺菌除蠻烘乾的流程 還有專門的機器能把衣服裡裡外外 都變得乾爽不貼 最後衣服會像回轉壽司一樣 來到這個轉啊轉的機台上 自動依照身份證字號 找到他們該去的地方 洗衣廠員工不必在衣服堆裡翻找 就能輕鬆按照分類把乾淨衣服打包 勿歸援助 車隊下一步跨足道清潔消毒產業 這一天胡小姐找來了專業的清銷團隊 到家裡幫忙 最近疫情的關係啊就很擔心說小孩就是 都摸摸洗摸摸然後 一邊玩一邊吃然後又忘記洗手這件事情 小朋友最愛的玩具區還有客廳都潛藏著病毒危機 就怕自己清不乾淨招來專家想突破盲點 那我們的藥劑的話就是基本上可以維持2到7天 這樣子而且它本身的味道也比較沒那麼重 對人體的危害比較沒有那麼的高 首先拿起消毒器對居家環境完成全面消毒 一個小時後可以展開清潔工作 一般這種不鏽鋼的話它就很怕會刮傷 刷水龍頭的時候啊 我們一定是用海綿這一面 我們會盡量避免這個有金剛殺的這個菜瓜布 因為很容易會刮傷 洗手台的話就是很多一些邊邊角角 菜瓜布比較不容易進去的地方 可以用家裡不要的牙刷 去給它做個刷洗這樣子 廚房的話這些零件我們拆下來 在泡製藥劑的過程中 我們藥劑基本上都是建議用熱水去泡 那去游的效果會比較好 而疫情也為這項服務帶來更多需求 平均一個月會有150位民眾需要居家傾銷 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歷經居家隔離的民眾 一般來說企業會做這樣的 多角化經營的一個方式 第一個部分就是它可以擴大 它的一個營業的項目 但是一旦多角化經營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過它是擴及到 它原來的服務的領域的項目之外 所以它必須要對這個產品跟服務 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服務的 不管是專業度也好 能耐也好它必須要具備 它會跟它原來經營的這個市場不太一樣 所以它對這個新的一個產品跟服務的這個能量 或者是理解程度 或者經營程度的這個能量能力的培養 與否是不是能夠完備 就是它是不是能夠完整 進行多角化的經營的很重要的觀念 而因為疫情採取多角化經營策略的企業 其實不算少數 有空就出門散步或是到健身房重訓 今年72歲的張阿姨除了相當注重運動 也很落實天天量血壓 包括我哥哥還有那個前面的長輩們 沒有一個逃過中風而亡的 都是一條斷掉就走了 有的是拖了一二十年都有 所以我很緊張 從四十幾歲到現在有二三十年了 不過家裡的血壓劑 對有一定年紀的張阿姨來講 數字一年比一年模糊 決定要解決這個困擾 您測量的血壓值為 高壓142 低壓84 脈搏66 因為年紀大 耳朵眼睛 我們的五官都會退化 那如果有聲音的話 有這個聲音再加上數字的話 對我們來講是 年紀大一點的話會很方便 紀錄的話就比較方便 會講國語台語的血壓劑 是國內連鎖藥局 跨足到自主研發領域 所設計出的客製化產品 甚至還把目光投向長照領域 像是這款做起來的氣墊床 也是連鎖藥局投入研發的成果 一般來說企業會做這樣的 多角化經營的一個方式 第一個部分就是它可以擴大 它的一個營業的項目 原來它可能也許它只有販賣 一個A商品 到最後它可能提供 這個販賣A商品的其他的服務 這個部分來講 它那服務的內容會擴大 當然相對來說它的規模 跟它一個市場性 其實就連帶的擴大很多 隨著疫情後民眾健康意識增加 國內藥局產業也出現消漲變化 根據財政部統計 國內西藥零售藥局 在2021年2月 疫情逐漸嚴峻時 總數一度減少到7485間 但是過去一年展電數逆勢增加 2021年10月甚至回升到7530家電 前10月的銷售額達到519億元 是近4年新高 藥局更趨向連鎖化經營 競爭也更加激烈 又該怎麼脫穎而出 對於一些像糖尿病或腎臟病的病人 特殊的病人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限量 擴大販床是我們未來絕對不變的 利用數位化的工具 利用AI 利用智能化的工具 讓我的服務優化 這也是毋庸置疑的 然後把衣材的產品 把保健的產品 真正的把它融入在 我們的服務流程當中 真正去照顧到我們的民眾 像是在疫情後 連鎖藥局就投入相關食品的研發 該選擇定計還是膠囊 也都找來醫藥專業團隊 仔細評估 產品差異化非常的重要 我們去理解之後 我們把它放在我們的產品裡面 讓這個產品真的去符合顧客的需求 另外砸下14億元台幣 新建的智慧化物流中心 也正面迎擊疫情後帶來的消費習慣改變 你賣完之後我們的電腦是 online24小時的 他就知道這個賣掉了 明天就是補一個給你 而且很能夠告訴顧客 我什麼時候可以到貨 明天三點以後可以到貨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這樣子 能支援500家以上門市 一天至少處理3000張訂單 6小時內送到門市 智能存放進出貨自動化 以及能依照不同地區 透過智慧分流 每小時運送超過1800箱的螺旋出貨梯 都大幅減少了人力 速度反而還更快 電腦裡面有6萬種曾經賣過的產品 哇 那個門市那麼小 你想那個門市怎麼可以晒那麼多 所以這非得利用這個系統化 就連鎖店的幾個標準化 專業化跟系統化 這件事情來成就這個連鎖業 要不然你沒有這樣的系統化 你沒有辦法同時做好這些 很好的一個服務 運用到一些AI的部分 但是還在優化當中 好幾萬個平衡數 這個非得AI去做一些處理完之後 資料推完之後 那我們進貨各方面就會靠這個 這個我們想會智能化的這整個流程 就把它完成 多角化經營策略成為企業在疫情下的 生存指南 正面迎起疫情挑戰 但是專業度和想像力缺一不可